我们本期的主题是 书女的腔调 阿姨 阿姨 久儿 咱俩要是不守住这个家 我们两个就全都完了 走开 被水一战 干妾到无怨无悔 欢迎 欢迎 欢迎老师 你好 抱 ő 抱 好久不见 大家好 我是万倩 要爱我哟 湖南卫视 神灵奇境 网上都有说 年轻的女孩 颜值好一点 一定没有什么大本事 真本事 但是万倩让我感觉了 人不可貌相 你是不是闯门连劲了 我怎么抓你了 宝贝 你就要报警 抢劫 那我还没戴头套呢 我坐哪儿 离那个话筒越近的就先上 这边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你挺勇敢的 早点弄完早点结束 要不然压力太大了 你没问题 我瞅死了 为了不让人听出来是我的声音 特意选了跟我声音相差特别远的声音 反而给自己挖了个坑 对 秦老师的呢 在家不练个十遍八遍的 哪敢出门 那两位怎么还没来 亲亲 你好 你好 李欣 你好 姐 我老紧张了 你好 姐姐 你好 若用这方 珍珍把人锁碎死 为啥要抓我 春儿不要 春儿什么都不要 春儿不要嫁给你 海璐姐第四个 我想第一个赶紧地结束了 很来晚了 一般人都会紧张吗 我怎么这么紧张 你是冷 没有配过 昨天试了一下 太难了 你这绝对不对了 你这个一直没有展现我 我其实还挺期待的 对啊 都是带着金刚钻来的 哎呀 保不准出个什么 平地一声雷之类的 吓死个人 我听到脚步声了 是有人来了吗 我熟悉这个舞台 我就觉得有我的气息 逼上战袍迎接战场 错步削疲拔的毒啊 这心都要疼死了 规规矩矩的说人话 听到没有 你好 哎呀 师姐 你好 马辰你好 终于来了 师姐 师姐 你好 师姐来了就不怕了 我对我师姐是绝对膜拜的 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 又疯了 又疯了 饼桃老师她真的很厉害 我要开始交流了 你不要逼我好吗 紧张也没用 老师是来过我们总决赛的 传授点经验吧 对啊 就是真诚地把它表达完就好了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经验 我觉得这就是经验 没有经验 姜还是老的辣 看见没 算了 没事 别聊天了 没有摸摸词 我的眼睛在你那放了三百年 怎么就成了你的东西了 一个出来 我必须把这个头开了 好看 你给我一点时间 再试一下 把包机纸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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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一定是二百以上的把握完美 呈现出我的最好的东西 我必须要好 再来一点 我不需要小小 你什么不需要小小 全家都是小小 我是把完成放在台队 完成了之后才说好不好 好 头抬腻之间别去躺 嘴巴里面会粘 没有 飞过瘾主要是 我怎么这么紧张 我要回家了 蜻蜓真的是坐立不安 给我点地量 夕阳能量 不用怕 不用怕 生临奇境 录制即将开始 现场五秒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欢迎生临奇境的发生者 凯舒 你现在收看的是 中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敬眼秀 生临奇境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APP 独家冠名播出 本季生临奇境还特别设立了 最具人气男生和最具人气女生奖项 现在下载喜马拉雅APP 进入节目专曲 就能为你喜爱的声音大咖 投票出力 感谢首席在线清少而言 英语VIPKID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学青少而英语就上VIPKID 大家好 我是凯舒 掌声欢迎我们的声音指导团 王刚老师张铁林老师 张国立老师 大家好 凯舒打个招呼 您别叫我凯舒 您叫我凯子就行了 还凯子 你 掌声欢迎我们的芒果新生班 杜海涛 梁田 金梦佳 张可颖 马思超 我们本期的主题是 淑女的腔调 今天到场的四位声音大咖 声音甜美 功力超群 貌美不欢 我觉得上面这些人啊 在给我们扒坑 我们来请四位声音大咖一一亮相 我们来说 这些人是可以迎接上来的 基本上的 Quincy 我看大的 我们也读找一下 你能动 诶 能动 我们还能动呢 四位在挥手 可是你们再挥手 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谁 我们先有请第一位 请亮声 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在下一号嘉宾 外滩王媳范 国立老师 我这笑声 您听着是否耳熟啊 有没有回家的感觉 我现在就回家吧 不是 家里有一成都王媳范是吧 对 这是外滩的 这样 有请第二位 二号嘉宾请亮声 大人来咯 我是二号嘉宾 五环清花词哦 听说您今天 不箭宝了 而是要来鉴定声音 我们的声音啊 可是能一甲乱针多 保证您的小锤锤 拍不上用场 五环清花词是冲您来的 知道您今天没带那箭宝锤 不是 五环清花词 从来没听说我 华大人 华大人 你是不是觉得对这个名字 不太喜欢呀 不是 他要是不喜欢你改名吗 可以改成 二环清花词 天 天离我们家近了 好好好 二号老师我觉得声音很熟 可能带一点点那种鼻音的感觉 有点像 第一季的时候 不管是哪位女生一配音 所有人说刘秉涛老师 但一会儿马上就被猜出来了 约翔宇森 林志玲 面穿了 郭赛飞老师 佛赛飞老师 郭赛飞老师 她们因为声音都是化了妆的 她们因为声音都是化了妆的 不好猜 谢谢 我们来听听三号嘉宾 请亮声 你是风儿 我是沙 蠡蠡绵绵 大梦 天涯 皇上 你还记得大明湖盼的夏雨河吗 有 没错 我就是三号嘉宾 大明湖夏雨河 夏雨河老了 这声音有点像 容嬷嬷 你知道现在有种传说说 容嬷嬷就是当年的夏雨河吗 我们来听听 四号嘉宾 请亮声 铁翅童牙继小兰 八面玲珑 何大 亨流如牙 黄山爷 小童牙出来大套 希望三位爷 接着能给小童牙捧捧好 小童牙再可先切过 来东北大死隔头 才小童牙呢 前面一盘牙没了 说话老泡风 我的牙没了 你还有意见呢 就是因为我没有牙了 我才想叫小童牙 哎呀 特别把玩意温了 好 我们马上进入声音之战的第一轮 经典之声 加油 这个就来了 有点太快了 加油 勇敢的女人们 勇敢的女人 加油 一致 加油 加油加油 第一站 有请外滩王西凤 看剪影王西凤还跑了几步 调动一下自己的情绪 外滩王西凤 经典之声 东城西凤 你干什么瞪着眼睛看着我啊 你不要喜欢我 虽然我平易静人天生励志 但是山净哪能配凤凰呢 区区一个店小二 我怎么会看在眼里 我想 想也不可以 想也有罪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想我住在这店里头 那你就有机会了 没有一点也没有 喂 你干嘛不看我啊 我是怕姑娘你骂我 你好端端的 我干嘛骂你啊 你看我分明就是存心不了 难道我一个老花 你干嘛 你干嘛 怎么样 我干什么样的管啊 警告那个少果先生 你不要亲近我啊 小薰我别死你啊 我 我想亲近你 你当你是王祖贤呢 一定是被我给说中了 要不然他们那么凶啊 不准看着我 小薰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哼 晚上不睡觉又出来假扮王祖贤 哼 王祖贤谁啊 没听过 哇 那个焦酥脱辣地儿 点击 哎呀 好像啊 尤其那个什么啊 特别像 我觉得他模仿的非常像 一下子让你回到了 九十年代港片的那个 颠充时期 我想问一下外滩王祖凤 需不需要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 或者 给自己一点时间切换一下角色呢 当然需要啦 我觉得你不需要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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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爱了 还化着妆 还化着妆呢 还化着妆呢 还王祖凤呢 哎呀 真臭严 真棒 你也 第二段 需要人整个状态沉下来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每一个大咖选的那个段子 都是希望能够有不同的角色的方法 特别在声音上的反差 特别在声音上的反差 对他们专业是个考验 外滩王西凤 静电之声 我不是药神 领导 求你个事啊 我 我 我就是想求求你 别再追查印度药了 行吗 我病了三年 四万块钱一瓶的正版药 我吃了三年 房子只没了 家人被我吃垮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 你们非说它是假药 那药假不假 我们能不知道吗 那药才卖五百块钱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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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烦子 根本没赚钱 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 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 你就能保证 这一辈子不生病吗 啊 你们把他抓走了 我们都得等死 我不想死 我想活着 行吗 刘洛 我一个人的形象 跟这个生意反差极大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 很负� 神来 这个声音大咖 它的声音的塑造力是极强 《东城西旧》那个戏剧 更有点游戏态 到第二段的时候 我觉得声音就特别地自然 而且和这个剧情特别地贴切 完全地把这个演员的那个功力 展现出来了 我同意刚才国立说的 对上这位声音大咖的评价 我大概是因为 做过全国推广普通话大使 所以养成一毛病 很自然地我刚才闭了眼睛听 就是每一个字 说的是不是标准 比如有这么一句 要贩子根本就没赚到钱 要贩子根本没赚钱 注意 赚不是赚 这种是我们在 特别注重情绪的时候 气口如果稍稍地收不住的时候 就容易读走了字 因为我们现在叫声灵起情 那么这方面一定要讲究 是指导挑剔的理由 不平?" parce represent 针一球经就完了 充足 就完了 我觉得 сд 我都有心理 难过死了 是不是特难受 心里 十分 怎么还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啊 就是 那倒不是 是 不是 怎么说呢 第一个上场还是压力太大了 我结束以后 另外三位老师纷纷围过来安慰我 我觉得他们虽然是在安慰我 心里应该也是在默默地乐 压力没有了 当然我要透露一个信息 第一位老师呢 他不仅演戏演得特别好 他打游戏还打得特别好 游戏 对 他是某游戏的工会主席 游戏 为了暴露 为了暴露 我们刚刚简短地做了一个PPT 开始跟可可叔有点像他班主任陈豪老师 万人迷那种感觉 但我们觉得相似度有62% 然后又觉得有点像陈述老师 李凌玉老师相似度42% 这三个人谁打游戏呢 后来想一想 都不像打游戏 可能你把这页PPT删掉 我冲进了 这PPT白做了 好 我们来听听第二位嘉宾的表现 好 第二位嘉宾就是这个 听起来像个赫品 赫品 五环青花词 五环青花词的经典之声的第一段 给我们带来的是川普拉达的女王 哇 从你们这个哇 我就能听出难度极高 这一段难度非常大 几乎没有气口 我最担心的就是川普拉达女王 她不是在一个镜头里完成的这一段 而我们的台词要在一个镜头里完成这一段 她要有人物感这是最重要的 果然够狠 有请五环青花词 我不明白为什么确认一个约会会有这么困难 我对你无能的细节问题一点不感兴趣 告诉西蒙 我不同意她为巴西班选的那个女模特 我要干净又活力会微笑的那女孩又脏又累 还有肚子 我答应参加迈克尔康斯的晚会 让司机九点半送我到那九点四十五来接我准时 我要跪下来 打电话回绝食品公司的Natari 我都回绝了几十次了 我不喜欢蛋白酥皮奶油脚药水果奶油蛋糕 然后提醒我前夫参加大尔顿学校的家长会 再打电话给我丈夫 请她到我和马西蒙一起去过的餐厅共进晚餐 另外我看了Richard为那篇女伞兵的文章配的图片 一点都没有吸引力 难道她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爱又苗条的女伞兵吗 女伞兵吗 我的要求真的那么苛刻吗 不是吧 还有我要看Natari Gwinnis第二套封面罩 准备的所有服装 不知道生了孩子体重减的没有 她是谁的 不是谁 那好吧 人力资源部送来面试助理工作的 我刚才替你面试来着 可是她完全没希望 根本不适合 你必须亲自来面试她 因为你前面选的两位完全不称职 让她进来 就这样 大女王 厉害吧 就说师姐刚刚刚的 精妙淡型就很从容 顾姐把技术性放在一边 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 还带一点意志片的特色 天衣无缝配得特别好 我们的感觉就是最后那个人的那个表情 那个表情就是 好的老板 很难啊 这个难度我估计我们的三位老师会给我们解读 这个台词量特别密集 几乎没有缝隙 但是呢 每一句都把握得特别好 最重要的是 她说出这个人物关系 她对整个的戏的研究 和对声音的把控非常有经验 中国人配这段 其实挺难的 因为我们汉语的颗粒感极强 你像这个角色说话特别黏 她就做到了这种清晰和不清晰之间 又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出来 其实非常难 我刚才强调说好普通话 但是 在念一些外国的人名地名的时候 就要参照原来的义音 比如说 如果她说到理查德怎么怎么样 难听极了 Richard Richard 我看了Richard为那篇女伞兵的文章配的图片 是不是 她参照了几乎于这个中文英文之间 那么味道就出来了 真棒 很难啊 但是你们不知道 她下一段给你们带来的 是让你的心开始起飞跳跃 甚至怀疑人生的那么一段 好 这一段你们要仔细听 对我们听众的要求非常高 需要你们具有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你们才能听懂 那完了我没有 五环青花词 经典之声 麦多的故事 麦太太 欢迎大家收看麦太太世界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 简单别致的小菜 纸包鸡 家里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材料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一个鸡包 把粘在鸡包底部的纸撕下来 慢慢死就会得到一张鸡包纸 然后把鸡包纸这样反过来 这道鸡包鸡呢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会叫大家做一道 纸鸡包 材料很简单 只是要白纸一张 我们只要把这张纸这样 一个纸鸡包就完成了 各位小朋友 你们说像不像鸡包啊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 为小朋友一定喜欢的 鸡包包 鸡包包 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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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鸡鸡 鸡鸡鸡鸡 杜海涛 你听明白了吗 我帮忙了 杜海涛 最后他做了一个什么 我听出了一本武功一集 无影响 关键是我们听的时候 最后我们的转感就 就在那儿 不由自主地随着他走了 这个很难 很强烈的代入感 好厉害 我本来我挺紧张的 后来一看我师姐来了 我真是不太紧张了 我老怕我念素好 后来我一想说我师姐来了 我肯定是念不好的那个 没事 最有意思的是 他把那个口型中的那种 我们说那个 这个叭嘀嘴的感觉都给配出来 是的 这个小细节特别重要 一弄出来 你就能觉得这个人物 实际上他说这个的时候 他也是糊涂糊涂的 你知道吗 是 谁说的 体力老师还有感受想说 有能力选择这几个段落的演员 是要有相当精力 太年轻的演员 可能拿不下来这段落 您是清花词不太年轻了 年龄给暴露出来了 不是不年轻 现在有很多年轻演员 也很有经验 我说的是经验的积累 脱出去砍了 看那配音大咖的身影的手 冲你来着 你一说人家年龄大 还是不想让我们猜到她是谁 乱了乱了 厉害厉害 如果你也想挑战声音大咖的同款配音片段 马上下载喜马拉雅APP 进入节目专区 参与全民配音比赛 参与者百分之百可以获奖 更有千台小雅智能音箱和手机等着你来拿 为你喜欢的明星人气助力 而且还有机会亲临现场 与明星互动 我们来听听三号嘉宾 大明湖的夏宇和 压力好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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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要双战场的感觉 加油 我们听听夏宇和给我们带来的经典之声大声归来 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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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七年最棒 大圣 你一定会很多法术吧 我知道 齐天大圣孙悟空 身如玄铁火眼金睛 长生不老还有七十二遍 一个金斗云就是十万八千里 把一根毫毛一吹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对了大圣 你还有一根如意金箍棒 话说那金箍棒重一万三千六百斤 大圣大圣 你的金箍棒呢 心里说你也藏在耳朵里了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你这小屁孩 继续扎两个拉一路 老四的脑子都被你吵炸了 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儿 好 大圣 二郎神真的有三只眼睛吗 好厉害 大圣大圣 巨龄神是不是力气很大 狠狠 四大天王是兄弟吗 是姐妹 那哪吒是男孩吗 给这儿 拖打天王有塔吗 没有 那塔里有人吗 没有 没有 好可爱 特别可爱 好可爱 棒棒棒棒 棒的棒的棒的 好可爱 雪 好可爱 特别喜欢这个 耳朵一听 你就觉得活生生的鲜活的一个形象 就在你面前出现了 我觉得你都可以去给动画片配接着 刚才听夏宇和配江流儿的那感觉 一定是他声音当中流露出来的那个童真 对不对 一边配 一边比划 好 下面这段经典之声是唐山大地震选段 他为方登配音 也就是张静初饰演的那个角色 我听一下音乐 很快 凯叔 夏宇和老师要稍微准备一下 所以给他一点时间 好 每一个通音大咖去选定段落的时候 他的情绪 他的角色都会有非常大的差别 配感情戏的话 就是真诚 然后去感同身受 感受片段里人物的那种状态 limitations 妈 Ryu新年 你怎么过来 我过得挺好的 居然一辈子 有几个三十年哪 你为什么呀 我真的过得挺好的 我要是过得滑红柳绿的 都更对不起你了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从第一眼看见方达 我就开始恨自己 那是我弟弟啊 他能活着 多好啊 妈 对不起 我折磨了你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妈 妈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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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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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听完这段还挺难受的 夏宇和也一定是动了真情了 对 来 夏宇和现在我们能聊几句吗 稍等 宇和要缓一缓 可以 别穿帮了 刚才情绪转换非常大 中间你做了哪些调整吗 听了听 音乐 对 大概也就是不到半分钟吧 你马上就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了 那个 凯叔 你不觉得你这聊天好尬吗 我特别尬 我知道 要不您多说了尬尬 您跟他聊进去 我特别想听你继续尬下去 行吧 我不跟他尬了 他找了一段难度特别高的 对他来说确实是个挑战 我觉得能这样已经很棒了 往往演哭戏的时候 其实一定要让那个情绪带着你说话 而不要让说话带着情绪走 配这种哭腔容易就把这个反过来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演员非常不同 因为在配音之前 就这一点戏之前 他还让自己的情绪进入到那种状态 李沁是非专业出身的一个演员 他的演艺的经历也不是很长 但是他在三个非常强大的对手面前 没有示弱 给我们一个很惊艳的一种感觉 特别好第二段 很舒服 我们这边刚才好像就聊出一个方向来 三号夏宇和 我们是不是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晚上见过一面 什么 在哪 我一会说如果是的话 我就解释一会再解释说怎么见到的 你不说也行 我觉得让大家猜就好了 我们不给他机会解释了 然后别别别 你是不是跟他有一天在夜黑风好好的夜晚 误会 误会 现在我们该轮到四号了 老师 你怎么那么可爱 现在开始 踢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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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 小铜牙把假牙带上没有 安上了 铁齿小铜牙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段经典之声 羞羞的铁拳 加油 他配马晓 马力 来自东北的马力 有请 搬我个忙 当个道具 可以可以可以 真听真看见的了 嗯 别吓着你了 好 来 这好像不是柳 还挺大 哪儿去了 那声音怎么有个垫面鞋呢 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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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我身体 还我身体 你还我身体 还我身体 马晓 阿凉 是我 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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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花嘎呢 别打了 小老大 别打 别打 别打了 哎呀我来 我看看 把脸都给我打花了呀 小晓 你怎么还护着他呀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 怎么怎么就这样了 你给我滚 别说什么 阿凉 我 我想一个人静静 小晓 你别担心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到嘞 等我好了 我在这儿招呼你 小晓 走 过去 这段太香了 太香了 小女人 我觉得这个配音是比较男的 男人的灵魂变成了女人的身体 但是这是一个女演员在配 恰如其父的表现出来 真的棒 掌心就最好了吧 好好笑 天呐 这我感觉太亲切了 邦辰描述一下刚才你看到四号的状态 小童鸭老师真的特别活泼 他真的是一秒入戏 劲儿贼大 因为他在配秋秋铁拳的时候 就是我是他的道具 得劲儿咬我 我真的就是全身紫了而已 杜先生不会把我怎么样吧 不会吧 一会儿就上来了 有后门吗 他给我们带来的第二段 是多少年前 一部非常著名的电视剧 叫《青衣》 他配的这个角色 原来的扮演者 徐帆吧 是徐帆老师 这个角色叫小晏秋 《青衣》说的 《青衣》说的 其实是挺悲凉的一件事情 主角 全明瑜说 我曾经的美好的爱情是一个小生 然后我竟然嫁了一个丑一样的一个胖子 就是现实和理想 它的那种差距 让你挺纠葛的一个摩动心 有请《青衣》 咋的了 三备了 三备秋叶 传心过 两多套花 接上来 你是祸人吗 不认识啊 看看 看看这边呢 这边呢 不知 那别折腾了 这大晚上 您这街坊邻居听着他笑话 你 你 你这个不信的人 是祸人啊 别怕 别说了 你干什么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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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曾记得 对我学过的话吗 我 你过来 我跟你说啥呢 你过 父亲相信 相思 不复 我 这些人 乱人 昨日七四 梦城雪 我 你 宇宙 我 这样 我 你 我 你 你 今天我们身临其境 我们听到了很多好的声音 对吗 这个演员一下就能听出他 戏曲功底 我这外行人都能听出 是一个特别能演戏 特别好的一个演员 你不能说 我是我也告诉大家不说 吓死宝宝了 等会儿两位老师刚刚都知道了多少 给点提示呗 他这个你想有两个元素 我还是说了 他这个 东北话 东北腔 是吧 东北的我了解 我是沈阳明星会会上 第二 京剧的韵白很地道 是京剧刀马蛋 他知道了 可可知道了 刀马蛋都已经出来了 完了 可可跟我拍戏呢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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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小喵在这儿呢 您是找我来了不 娘您咋不说话了 娘您是笑干啥呢 别承认 别承认 我不说是谁了 但是是正好现在在演我娘 如果你喜欢刚刚的配音 去喜马拉雅APP 为她投票 助力她成为年度声音大咖 还可以和她一起搭戏 共标演技 参与者百分之百可以获奖 更有千台小雅智能音箱和手机 等着你来拿 好 现在任务要交给新生班 你们的福利 你们要选择出一位 你们此时此刻最喜欢的声音 把她请到舞台上来 到底是外滩王熙凤 还是五环青花瓷 大鸣湖的夏宇盒 还是铁齿小铜牙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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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一号 四号 来 选择一下 到第四位老师出现的时候 突然发现 有亲亲在 所以我们想选择的是 四号 声音大咖 铁齿小铜牙 里面全面之间 因为这是火热诶 最后那个 最后感觉及时 removal 人都在这 一边 五号 有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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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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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給你 親 第一話 大家好 欢迎凯露 欢迎凯露 娘 过两天不要揍我 可可 你不带这么穿帮的 对不起 刚才确实把那个谁给摇的给我呛 没事 我能回出长沙吧 可可 没事 但是您可能回不了东北了 别说你了 他筋得住两百斤的胖子腰 那我就踏实了 其实我看过你一部话剧 就是当年那个《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你们知道吗 他们太小了 老舍先生的代表作 他演的是大尺包 烫着那个复古的那个卷发 穿着旗袍 撇着两张嘴 一张嘴 用老舍先生的话讲说 大尺包是小羊圈胡同里边的西太后 他是一个差不多两百斤的胖子吧 对 是特意把身材吃成这样了 不能够 我穿了一个那个胖耳在里面 还有假屁股 假胸 可以说 那今天是不是给我们来一段大尺包 啊 我怕 来一段 来一段好不好 他即使今天没穿那套形状 他那个大尺包一张嘴 你们马上就知道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形象 来一段那个大尺包被抓走的时候 有请 谢谢 小羊圈儿的老少爷们街坊四邻 你们都给我听好喽 我大尺包 遭恶人陷害 但我绝不会下大狱 凭我的口才 气派 精明和以往的成绩 要不了三言两语 我就能把这事掰扯清楚了 今天我大摇大摆地走出这条胡同 要不了晚不少 他们就得巴抬大叫地把我给抬回来 我知道你们都不待见我 就都不用出来 送我了 一胡同的送抱 骂你们你们还鼓掌 求疑虐 人的声音呢 能把这人的身材给带出来 把我给抬回来 你就感觉你想给他配动笑 蹲蹲蹲 把我给抬回来 怎么感觉好像那地上砸了仨坑似 我是觉得不仅作为我娘 作为我的大师姐 是有何等的功力在 就是立马觉得在台上海露姐变成了200斤的胖子 海露一会儿会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现 好 把掌声再次送给海露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就是声音之战第二轮 魔力之声 对于配音演员来说 必备的技能就是让自己的声音不断地进行年龄化的化妆 也许你今天配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但是明天你就得配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那今天的魔力之声我们要用到喜马拉雅APP里边 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可以根据你的声音测出你的年龄 咱们现在就比一比谁的声音的年龄的可塑性最强 笑什么 哦 海露出来了是吧 海露现在没有隐私了啊 我们请铁三角三位老师帮我们做一些实验好不好 好 铁林老师来个嫩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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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少数思想古舅 不习惯现代文明的人 在山里在路上在家里 纷纷议论他们村里新出现的这个西洋景 来 AI 评分 哈哈哈 啊 啊 啊 哈哈哈 不羞鎖 没骗得了呀 怎么办呀 迪林老师 对不对 这个 伤心吧 不是 这机器可以刷脸的 是不是 郭地老师笑得太开心了 那我们现在先比第一轮 四个人同一个目标 比谁的年龄小 我孩子都有了 我是咱们这里面年龄最大的应该是 对不对 有七六年吗 有请外滩王熙凤 我知道出三个怎么办 加油 大雪 我来了 再也不用高考了 我要学会化妆 我要找一个帅气的男朋友 我要开始谈恋爱 好棒 好棒 这老不了 我估计啊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我们先来听听三号声音大咖 大明湖畔的夏雨河 花马 你不要动眼睛了 不要再吹胡子了 快来抱抱我 小雨河要抱抱 这个我真的没听出童真两个字 没错 好棒 五环琴花词 咱们听听啊 第一 我现在很愤怒 我现在很愤怒 第二 我不叫呗 我叫楚雨璇 我叫楚雨璇 教秀的都想包一个鱼塘给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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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听听铁齿小童牙 皮卡丘 皮卡丘 不 我申请把这面纱去掉 我们看着他的形象 听皮卡丘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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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音演员都是在小房子里的呀 嗯 你这个配音演员比较知名 哎呀 耶 那个软件他不会是根据脸来判断年龄 哈哈哈哈 来 开始 皮卡丘 皮卡 皮卡丘 皮卡 皮卡皮 皮卡皮 皮卡皮卡丘 皮卡丘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凯露挺难为了 这宽音大喘啊 就憋出 我 A I 请评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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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谢谢 哇 魏满18岁 对未成年 恭喜清华词本轮胜图 对不问你 输了第一马 第一手就输了 下一轮咱比什么 比谁老 对不对 哎呀妈呀 有人提议 为了给那个AI搞乱了 从4号开始 来 海洛 开始 锣鼓喧天 眼爆其名 红旗招展 人山人海 你大爷不再是你从前的大爷 你大妈还是那个能唱广场舞的大妈 这估计年纪很轻 也可都八十多 九十多 奴婢知错了 万岁爷您就放过我吧 我容嬷嬷再也不用针 扎此为哥哥了 夏宇和老了 谢霖 跟你一个岁数 老张啊 跳我呢 王后余生死继冷暖 都是你 行了 这个肯定查不出来 已经过去了 好 我们听听清花词 好心的姑娘 为了感谢你 请收下我的苹果 这苹果多有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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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吃了吧 吃了吧 吃了吧 我估计这岁数不小 老 看看AI怎么判断 还是老药 101 好吧 101 如果你也想玩 赶紧下载喜马拉雅APP 搜索声音鉴定 来测试一下 你的声音年龄 好了 下面又是我们的福利时间了 新生班要选择一下 你们此时最希望 让哪一位声音大咖出场 2号 哇 大家呼声好高啊 2号 2号 跟我们想的差不多啊 哇 外面此起彼伏位 17岁 2号 3号 清华词老师前面有一段 其实呢 他曾经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过 是的 既然来过一次了 那就没有理由不让清华词老师出来了 最后那一段 总决赛的时候 赵老师 请出我们17岁的五环清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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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 哦 嗯 ワ 1960 我 是 是啊 是 你说 喂 哇 我们不但所有人都熟悉 而且生临其境的朋友们 一定是更熟悉了 《白雪公主》里的王后 那声音一出来 就是要破功的感觉 所有人都没有猜不出来的 但是敏涛老师又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是不是也要 给我们展示一段 让新生班学一招 好不好 没有 来一段 我的孩子死了 他说什么 我的孩子死了 我已经开始了 说来就来 我的孩子死了 我们的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 我除了你再也没有可爱的人了 可是你 你又是谁呢 你从来都没有认出过我 你从我身边走过 就像从一条河边走过 你踩在我身上 你踩在我身上 如同踩着一块石头 你总是在走啊 不停的走啊 既然我在等待中 我iver night 千千万姐 另外一招 你的心 啲 你 我在梵高手 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 聽著親愛的 你聽著 這是我對你的第一個 也是最後一個請求 請你為我做件讓我高興的事 每逢生日 都是個人想起自己的日子 都買些白玫瑰來拱在花瓶裡 我不再相信什麼上帝 我只相信你 我只相信你 我只愛你 一年只有這一天讓我繼續活在你的心裡吧 就像過去我曾經活在你的身邊一樣 答應我吧親愛的 這是我最後一次 也是第一次的請求 好嗎 我請求你 我感激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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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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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高跟鞋实在是不是我的强项 谢谢 特别棒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 他在临死之前告诉一个男人 他如何在这十几年当中 默默地守候着他的这份爱 这样的爱太宝贵了 此生可能只有这一次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 同学 朋友 心里充满了爱 让爱包围着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 林达老师马上就要为我们 准备后年的声音大秀 我们请他回到陪影间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刘敏涛给我们的惊喜是最多 我对你无能的细节问题 一点不感兴趣 我的要求真的那么可口 他所出来的东西 一定不是简简单单的 他会去找到他自己内心的依据 你踩在我身上 如同踩着一块石头 一手光打下来 一人在面子之后 台下会鸦雀无声 我请求你 我感激你 这个是一般一个镜头 一个镜头组结起来的影视作品 那种表演片段不可图人而语 这是考验演员功力的 现在还有两位没有见面 是吧 一个是外滩王熙凤 一个是大明湖的夏宇和 你们想不想看看我们 二楼的配音间啊 好 我们请配音间亮相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三轮声音大秀 今天四位嘉宾 将连妹用声音 为我们带来经典剧目 灰姑娘 现场的五百名观众 用投票表决出 你们最喜欢的声音 获得最高票数的声音 将进入我们的声林奇境 年度声音大秀的演出 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 提醒您稍后看点 声音大秀 这个世界名著是为 他们四个人量身定夺的 只要把它诠释好了 就会发现经典就是经典 本来我们先看一看大屏幕 一起对一次口听 我太懒了 腿都懒了 我答应你要永远 可是我不能 我要做王妃了 我得先换事说服的一句 你不许参加王子的舞会 实在难以选吧 只能让我选一个 谁是现场观众最喜欢的 那个声音呢 请投票 你现在收看的是由喜马拉雅APP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当原创声音魅力敬眼秀 声林奇境 本期节目我们也为观众准备了 专属礼包下载喜马拉雅APP 搜索关键词声林奇境 更有千台小雅智能音箱和手机 等给你来打 感谢首席在线青少儿英语VIP Kid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学青少儿英语就上VIP Kid 最后一个节目叫声音大秀 要一起拍一个灰姑娘 我们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世界名著 而且这个世界名著呢 明显是为他们四个人量身定夺的 只要你全身心的把它诠释好了 就会发现 天呐 经典就是经典 就是这样永恒的 我们决定呢 李沁你来灰姑娘 我觉得灰姑娘 她就是代表了一种美好 我们必须坚强勇敢 仁慈善良 大姐是万欠 二姐还露 王子的审美品味真让人遗憾 天生的一段 我从来不是一个 一定要把自己做成主角的一个人 真的至圣只需要一招 继母敏涛 我是一个特别不会挑剔的人 你给我什么 我就接着 走一遍 咱们抓紧 王老师想问您一下 俗话说 雪毕竟浓于水 这个地方念雪还是念血 还是念血 念血 念血 这个字从来不念血 既然叫生灵其境 每个字都要念 要不然一物他人 血 那个法语怎么办呢 他按音标念的 阿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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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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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那个比较长了 下面那个可是我的 哦 不会是吧 英文都挂过音标 或者用汉语把它标一下 就简单一点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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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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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热 抗你了 热 热 太热了 摸一摸 摸 摸 只能说差不多 美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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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有我们先看看大屏幕 一起对一次头目 被人的地面就碍伤我 哦 这籮铿链 哦 哦 还有这儿也掉了 也可能是我 成为王妃 这段现在看起来还挺生的 敏涛说她那个衣服的时候 使劲那个地方 就是 哎呦 这个地方 怪人呢 有这个感觉 仙女人扔那个磨棒的时候 你给出个声行吗 我要先去换身衣手 对对 哦 就那种感觉 一个使劲扔上去那种感觉 好 再来一遍吧 好吧 你见不到她 因为你根本就不能庆 这是我母亲的 哦 那就是我局里 太冷了 腿都冷了不行 你这辈子都别想改变了 怎么老老不记住 有几个小地方 肯定还得再录一遍 这都后半夜两点了 一点了 她仍旧在这样做 这些老前辈 老艺术家们 都能做得到的 我们真的要珍惜 还真 我就能愿意 不高小偷避这个行 所以你一定 不用这些人 我一定要去 在最短的时间里 完全地投到 那个角色当中 能给我一小片面包 或者一杯牛奶吗 一点多了吧 放观众吧 就抓点紧吧咱们 趁这个机会 再找个电视机 给他们 给他们逛一遍好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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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配衣服 麻烦后面进场的观众 抓紧时间赶快就坐 再陪你们对一遍 好好 我以为你已经猜到了 前后两个声音的 变化再大一点 所有的姑娘 都像您跟王子的亲 我携换身 舒服的衣服 这小可傻眼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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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國王趙麗安靜 趙曰 自即日期兩周以後 在莊嚴的王宮大廳 舉行盛大的宮廷舞會 藉此隆重聖典 遵循王室百年之傳統 王子殿下將臨選出 一位新娘 至高無上的國王陛下 昭告天下 瑞拉迫不及待地想去王宮 去見Kete那個學徒 而她的姐妹們 則對參加王子的舞會 表現得足夠淡 什麼 我要讓她一眼就愛上我 不行走著橋 還是天呆的喜訊 鎮靜孩子們 好好聽著 你們要把王子的魂勾住了 我們的債務就能一筆勾銷 討厭這鄉村 要做王妃了 可能是我 成為王妃啊 小喜送到了 你怎麼還在這兒站著 馬上去鎮上告訴裁縫 用最高級的面料 給我們準備三套舞會禮服 三套 夫人你真是太仁慈了 你想到了我 想到你 她認為有條裙子是她的 我們把話說清楚 一套是給安特西亞 一套是給翠麗西亞 還有一套是我的 阿門王德布瑞斯克 這話她可聽不懂 好啊 好啊 很好 就這麼定了 你快去呀 所有的姑娘 都想贏得王子的青睞 你必須在 裁縫被活壓垮之前 你一個趕到那兒 她剛才說了什麼 我又不多意大利語 終於盼到了舞會的日子 從王公貴族到平民百姓 都在秉息一帶 我親愛的女兒們 你們真是太迷人了 我敢說 這個王國 沒人能比我的女兒更漂亮 回姑娘 這裙子沒花錢 這是我媽媽以前的裙子 我自己稍微改了改 你穿著這身破爛衣服 去參加那麼隆重的舞會 只會讓王氏蒙羞 破衣服 這是我母親的 那就是我直言 你母親的品味非常出問題 這件的東西 已經落掉牙了 隨時都會變成碎不飄 肩膀脫線了 這也掉了 你穿著既然只是讓人收留度有 你 你怎麼可以 我為什麼不可以 我絕不允許任何人把你和我的女兒撤到一起 因為你 你就是個夏日 你這輩子都別想改變 給我牢牢的記住 你不許參加王子的舞會 你啊 你啊 對不起媽媽 對不起 我答應你要勇敢 可是我不能 我再也不能了 你好小姐 你能想想好 给我一小瓶面包 或者一杯牛奶吗 好的 我去找些吃的给你 你怎么哭了 没什么 吃吃一碗牛奶 小意思 但是好心就会有好抱 我是你的仙母教女 哦不 是仙女教母 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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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 跳第一支舞曲 现在宫廷舞会开始 公主殿下 如果你能够给我这个荣幸 跳完这第一支舞曲 可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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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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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下 为我们全程拟音的两位拟音老师 龙岚老师和韩瑞达老师 我在台下坐的位置比较低 一上场的时候我就很奇怪 两个男士为什么穿着高跟鞋 仔细看到后面我才发现 他们脚底下也有艺术 把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很完美的一场表演 到这里告一段落 这个时候看不过全场的表现 我们听听三位老师会为谁来拉票 今天四位实在难以选拔 这样吧 我只能说一个呀 刘敏涛 刚才配继母这个角色的时候 就开始那些对女儿的爱 然后对回宫的那种邪恶 都表现出了 而且孤独的是那般自然 所以给敏涛点一个大大的赞 今天整个的节目让我很感动的 就是秦海露 她在台上的表现让我觉得这一代演员的能力真强 太棒了 万倩让我很惊讶 我没有想到 你不但是万倩 你还是万变 我选择万倩 我们后面五百位观众 拿起你们的表决器 观看了一整场的演出 谁是现场观众最喜欢的那个声音呢 请投票 万倩老师可甜可言的声音 让我贪为观止 敏涛老师用声音塑造谁 你就可以爱上谁 完全听不出来海露姐的本声 就是那个人物 我这一票投给李沁 几号 二 四号 有三号吗 一号 你们每人投了四票是不是 我们回身 看大屏幕 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 提醒您稍后看店 这期的主题叫做 低调大数 可是却看不到自己的胜利 这多么遗憾 真好 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你的传奇是谎言堆积而成的 感觉自己脑门发酸 这就是秦始皇的镇殿之宝 秦王赵古敬 原生吧 任原生 你要是回来啊 可别找不到门啊 让我们闪人了一下 有几像我这样的眼睛的人 太难了 要算了吧 我先走一步 你们干什么 老师不要跑 如果你喜欢刚刚的配音 去喜马拉雅APP 为他投票 助力他成为年度声音大咖 还可以和他一起搭戏 共标演技 参与者百分之百可以获奖 更有千台小雅智能音箱和手机 等着你来拿 森林奇境 真材实料 感谢官方指定音品六个核桃 经常用脑喝六个核桃 特别鸣谢 甄选产品安居客 挑新房 二手房 上安居客 感谢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回身看大屏幕 本期最受现场观众欢迎的声音 到底是一号万倩 还是二号敏涛老师 还是三号李沁 还是四号海陆 一百四十七票 恭喜敏涛老师成为 本场观众最喜欢的声音 让司机九点半送我到那儿 九点四十五来接我准时 一年只有这一天 让我继续活在你的心里吧 用别了 你们要把王子的魂勾住了 我们的债务就能一笔高效 感谢《声林奇敬》这个舞台 我觉得在配音这个行业里面 我还是多多学习吧 我们一起相互督促努力 学习加油 好不好 嗨 向师姐学习 谢谢你们给我的鼓励 有请沈凤辰为敏涛老师 送上一份《声林奇敬》的 特别纪念品 喜马拉雅的小雅AI音箱 也为三位嘉宾 送上我们的盛典邀请函 好 本近《声林奇敬》 除了年度声音之王 还特别设立了 最具人气男生 和最具人气女生奖项 现在下载喜马拉雅APP 进入节目专区 就能为你喜爱的 声音大咖投票助力 那么喜马拉雅APP 也是节目唯一的投票平台 你还有机会 亲自为人气男生 和人气女生现场颁奖 同时呢 上微博 搜索《声林奇敬》 发表你的独特见解 投票选出本期 你最喜欢的声音作品 登陆今日头条 参与《声林奇敬》 超级话题互动 边看边聊 上西瓜视频 搜索《声林奇敬2》 看原生影视作品 此外呢 还有更多新鲜精彩的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有关于更多 精彩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湖南卫视 《声林奇敬》的 官方微博 微信 您也可以在 芒果TV爱奇艺 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 提醒您下期看点 这期的主题叫做 低调大事 肢体语言上好像不太低 可是却看不到自己的胜利 这多么遗憾 真好 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你的传奇是谎言堆切而成的 感觉自己脑门发酸 这就是秦始皇的镇殿之宝 秦王赵古敬 原生吧 人原生 你要是回来 可别找不到门 让我们闪然了一下 尤其像我这样的眼睛的人 太难了 要算了吧 我先走一步 你们带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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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 声音大笑 还有两个在咬你 自己解决了 老子把你头丢下来 我一直在等你的号啊 我逼了你 将来 谁是现场观众最喜欢的声音 请投票 声林奇境 收集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KID 学青少儿英语 上VIPKID 喜马拉雅APP 声林奇境 待会儿见 喜马拉雅APP 声林奇境 现在继续 声林奇境 它这么的入人心 我才觉得台词呢 这场的魅力竟然是这么不穷量的大 今天真的感觉是一个盛宴的感觉 从我们的舞台美术啊 然后到灯光啊 我挺佩服我们的这个这些工作者的 它是可以将演员的一个技能 能够展现给别人看的 我觉得是真材实料的这么一个节目 我觉得声林奇境大有前景 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我觉得这个节目 它真的是很爱护每一个眼睛 跟这个导师 包括我们四个 一起来探讨剧本的时候 有几度 我都感觉像回到了学校的感觉 非常享受这样子 一场声音的大秀 享受这个舞台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